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エルサです ナンテ是日常绘画中很常出现的一个词 不过很多学习者呢不清楚该如何使用 ナンテ 所以今天的影片呢总结了五个ナンテ的用法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简单来说ナンテ的用法呢我们分为两类来讲 一种呢是作为副词的ナンテ什么什么 另一种呢是作为副注词的什么什么 ナンテ 首先我们来学习ナンテ什么什么 ナンテ什么什么第一种用法呢表示感叹 用来表示惊讶、感动、钦佩等心情 我们来看几个例句 比如呢我看到一个很酷的人 ナンテかっこいい人なんだ どうも酷的人啊 ナンテかっこいい人なんだ 表示一种感叹 ナンテ良いアイドルなんだ どうも好的偶像啊 ナンテ良いアイドルなんだ ナンテ美味しいパスタなの どうも好吃的意大利面啊 ナンテ美味しいパスタなの 那ナンテ第一种用法呢就用来表示一种感叹 ナンテ什么什么用法二呢用来表示 就是询问相当于 正直なんて言ったらいいかわからない 老实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正直なんて言ったらいいかわからない 再来呢是作为附助詞的什么什么 なんて 什么什么なんて 它的第一种用法呢 举例某事来表达感情 那可以表示 惊讶 惊讶 生气 轻视 意外 悲伤 高兴 谦逊 等各种感情 試験なんて嫌いだ 我讨厌考试 試験嫌いだ 是我讨厌考试 那么加上なんて之后呢 就更加的强调 嫌い 的这种心情 的这种感情 試験なんて嫌いだ 休みに仕事なんて私らしくない 在休息日工作可不像我 休みに仕事 那举了这样的例子呢 加上なんて私らしくない 更加强调了 平常的这件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休みに仕事 在休息日工作 这件事情呢 平常是不会发生的 用なんて呢 更加强调了 这件事的不寻常 休みに仕事なんて私らしくない 運命なんて信じません 我不相信命运 運命なんて 加上なんて之后呢 其实更加强调了 信じません 其实なんて呢 它就是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加上之后呢 更加强调了 说话人的这种感情 休みなんて最高的 休息日最棒了 加上なんて强调了 说话人这样一种高兴的心情 休みなんて最高的 什么什么なんて第二种用法呢 跟刚才的用法很相似 也是表示举例谋事 用来表示一种意外 怀疑等感情 但不同的是 什么什么なんて第二种用法呢 它可以作为中注词 放在句末 彼がこんなことするなんて 他竟然会做这种事 这なんて呢 表示一种意外 怀疑的心情呢 但是呢 他可以作为中注词 放在句末 彼がこんなことするなんて 借金100万円だなんて 奖金竟然有100万日元 借金100万円だなんて 一万日元の红酒 竟然这么难喝 表示一种意外的心情 那么什么什么なんて 它的第三种用法呢 表示饮用 相当于什么什么 という エルサ先生なんて先生は 聞いたことないよ 我没听说过叫做艾尔沙的老师 那相当于 エルサ先生という先生は 聞いたことないよ 那在这里呢 就相当于という的意思 用来表示引用 野坂なんて人知らない 我不认识叫野版的人 野坂なんて人知らない 相当于 野坂という人知らない 我看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我们从副词的 なんて什么什么 以及副助词的 什么什么なんて 介绍了なんて的五个用法 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影片 别忘记订阅关注点赞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